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以幽默的方式过一生》,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13.5万字,我会用20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你来讲解书中的精髓。 只有认识自己,懂得选择,你才能找到有趣的角度,把幽默当作一种生活态度。 幽默形容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它是从英文翻译而成的一个外来词,由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最初将它移入中国。 林语堂经典作品选《论幽默论读书》中讲到,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 各种风调之中,幽默最赋予感情。幽默能给人带来欢乐,它的特点主要表现是机智、自嘲、调侃、风趣等。 所以,林语堂的所谓幽默,不是粗笔显露的笑话,而是幽默中有睿智,洒脱中显凝重。 以幽默的方式过一生是卓摩先生用了五年的时间积累成真正体现其作家水平的杂文集。 他幽默风趣,一语重地地去揭示事物其中的真意,把幽默当作一种生活态度。 粉丝称其为具有一种最终解释权的力量。 真正的幽默是在任何事情中都能找到最搞笑的角度。 以幽默的方式过一生是一部精彩的杂文集。 通过关于生活、爱情、社交、婚姻以及男女等几个主题, 告诉我们在人生中的多种选择中,自己和别人的关系,自己和自己的平衡。 如何懂得自己接受一切不完美,学会选择勇敢地开始,以幽默的方式面对一生。 本书的作者卓摩先生是国民幽默大师,四大名著假想微博体段子鼻祖。 卓摩先生本名郭成,财富管理专家、自由培训师、作家、新锐经济学者, 是一位罕见的能将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融会贯通的人。 他是土豪粉丝聚集的财经第一媒体平台《功夫财经》的签约嘉宾。 是收视大热的广东卫视财经狼眼脱口秀策划人。 是新浪微博红人,并拥有粉丝三百余万。 他以新浪幽默为主风格,吸引了众多明星大咖的追捧。 卓摩先生被媒体评价为人性的手术刀,又给人温暖向善的力量。 以幽默的方式过一生,以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为小主题板块, 汇集了74篇富含哲理性的杂文。 作者分别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分析,提醒我们, 生活就是心怀最大的善意在荆棘中穿行, 即使被刺伤,已不改初衷。 而这一路上保持清醒的方式, 就是认识自己,接受事实,勇于行动,懂得取舍, 找到有趣的角度,以幽默来释怀, 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顺势而为,随遇而安。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那么下面呢,我就来为你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走过了人生的无数个春秋, 你真的懂自己吗? 第二个重点是,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 你懂得选择吗? 第三个重点是,无论你选择了什么, 都要勇敢地去行动,面对人生,幽默以待。 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走过了人生的无数个春秋, 你真的懂自己吗? 先来认识自己。 林允堂先生认为,智慧的最高类型, 是在现实的支持下, 用幽默感,把人们的梦想调和起来。 所以呢,幽默不仅是一种情趣, 它更是一种智慧,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人生态度。 当我们读到《以幽默的方式过一生》这本书的时候, 幽默也随着你的智慧出现了。 林允堂先生在《论幽默》一书中谈到, 人之智慧已起, 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 从容出之, 随有幽默的出现。 在现实与梦想发生冲突时, 如果你能忧它一默, 便会少去许多烦恼。 幽默是一种超脱的产物, 但你必须认识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美好的梦想, 很多人一直在努力地奔跑, 只想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 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你真正的内心需要的是什么, 你能贡献什么, 想留下什么, 你又不想要什么呢。 一个人最难的是始终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 出发久了, 经常想不起来为什么出发。 然而更难的是正视自己, 好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与别人的期待绑架了你, 往往只为成功做好了各种打算, 偏偏忘记为失败做准备。 有的人坚持自己独到的见解, 实现思想自由, 有的人想赚到很多的钱, 实现财务自由, 有的人选择我行我素, 实现时间自由, 人的终极奋斗目标是随心所欲, 达到心灵自由。 那你想要的是什么呢? 自己一定要清晰, 接受一切不完美。 当你有了明确的人生目标, 能正视自己的优势与不足, 那么你的成熟应该从接受一切的不完美开始。 没有任何事情是完美的, 你也一样。 你先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如果你知道自己不美不帅, 好啊, 世界的审美并不是统一的模式, 长相是天生的, 你接受了, 因为你只是独一无二的自己而已, 就不会再被这件事伤害了。 然后你来接受世界的不完美。 好多事情啊, 想个大概就要试着去做, 如果你想创业, 等你想得妥妥的了, 也许机会早就没有了, 不妨一边做一边修正, 在事情的进展中不断完善, 有什么梦想, 就尽早出发去寻找。 接下来, 你得承认自己的不完美。 当别人在你面前指手画脚, 或暗示你的不足来显示他们的完美时, 你尽可以淡然一笑, 因为你的不完美之处, 别人很可能也有, 只是他们不想承认, 而你承认了, 你就放下了。 如果做什么事情出了问题, 你也不必懊恼, 追求过体验过, 你就是转了。 接受经历过的教训, 作为自己成长的方向, 放下过去, 轻装上阵, 继续为目标, 择路前行。 年轻的时候对人苛刻, 时时处处追求完美, 多年后才发现, 当初最不完美的恰恰是自己, 因此要大胆地接受一个真实的不完美的自己, 然后让自己成长, 才是你走向成熟的人生态度。 说到底啊, 人生就是自我认之后对生命的一场救赎, 生活你不去掌控它, 它就来控制你, 直到你俩达成了和解的那一天, 才能默契一路, 和谐前行。 懂得了自己, 就明白了人生的意义。 哲学家斯宾诺莎是近代西方哲学公认的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 他与迪卡尔和莱布尼茨齐迷。 斯宾诺莎出生在一个从西班牙逃往荷兰的犹太家庭, 父亲是贸易商, 家庭条件很好, 年轻时他就进入培养拉比的宗教学校, 拉比是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 最受尊敬的职业, 是老师, 也是智慧的象征。 斯宾诺莎本来可以过上快乐的生活, 可是斯宾诺莎是一个哲学家, 而哲学家最显著的一个标志, 就是喜欢怀疑与思辩。 如果没有怀疑和思辩, 就没有哲学, 那就是宗教了。 所以宗教和哲学基本上是一对宿敌, 一位很有名望的长老找斯宾诺莎谈心, 说如果你放弃主张, 我就给你一笔钱。 斯宾诺莎断然拒绝, 于是在他24岁的时候就被犹太教开除了。 斯宾诺莎的父亲觉得他无可救药, 也不愿意收留他, 不久他的父亲去世了, 他姐姐要独占财产, 斯宾诺莎坚决予以反击, 为此打起了官司。 结果斯宾诺莎赢了。 幽默的是, 他马上把赢得的财产又送给了姐姐, 说明财产是我的, 但我送给你, 这是我的决定, 而你不可以侵占属于我的东西。 斯宾诺莎从自身的经历中痛彻地意识到 思想自由的重要性。 斯宾诺莎此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 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 从不放弃自己的见解。 他坚持哲学和科学的研究, 他不承认神是自然的创造主, 其学说被称为斯宾诺莎的上帝, 对18世纪法国唯物论者和德国的启蒙运动 有着颇大的影响, 特别是促使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 从宗教到科学的自然派国度。 他的思想通过通信方式传播到欧洲各地, 赢得人们的尊重, 最终成为影响世界的理性主义哲学家。 你才说过一句类似的话, 任何不能杀死你的都会把你变得更加强大, 关键是你真的懂自己吗?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走过了人生的无数个春秋, 你真的懂自己吗? 自己拥有什么, 可以做什么贡献, 你要留下什么不要什么, 你一定要很清楚, 只有认识自己, 接受不完美的自己, 才能明白自己人生的意义。 说完这个, 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要点,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 你懂得选择吗? 选择你喜欢的食物。 选择是人的终极自由, 权力和自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 琢磨先生说, 人生的路归纳起来无非两条, 一条用来实践, 就是正在走的这条, 一条用来遗憾, 没事想想就好了。 如果让你重新选择, 你也会为没有选择其他的路而遗憾, 人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选择。 工作对你而言是一种生活方式, 更成为了自我的一种表达。 那么在职业选择上, 首先要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事, 做这个事情上, 你有什么优势, 这个事情本身有多大的意义。 从这三方面综合一下, 就是你的竞争实力。 说到选择的话题, 我们就会衍生出无数个故此失彼。 一个创业者可能会忽略了亲情, 一个全职照顾孩子的母亲, 也许就埋没了他在事业上的才华。 全面考虑的人, 可能感觉牺牲了实践, 而没有突出的贡献。 这就是事物的两面性, 有得必有失。 忙于工作就减少了顾家的时间和精力, 多关注了家庭, 就会牺牲一些工作升迁的机会。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有位伟大的雕塑家米开朗基罗, 他曾经说过, 雕塑本来就在石头里, 我只是把不要的部分去掉。 这个塑像对每个人来说就是你自己, 而需要去除的是外界的期望, 选择要遵从内心的那个自己, 而不是别人的期望。 你也许遇到过这样的困惑, 就是衣橱里的断舍离。 面对满满的衣橱, 总觉得没几件衣服适合自己, 可总是下不了决心舍弃。 好多衣服买了只穿过一两次, 只是挤在那里占位置, 竹墨先生说, 删减,抓住生活的重点。 你的衣柜不妨也来做个瘦身, 来一场彻底的清理, 精选经典, 来感受简约就是极致的哲学。 成熟的情感也是如此, 选择简约就是极致。 显尔中的两个人不给对方压力, 也不迷失自己, 我们始终都能够找得到自己, 就是真正的爱你, 而不是依恋和占有。 爱与不爱也很简单, 就看你是否心甘情愿地为我而改变。 所有的爱情故事都会从激情归于平淡, 从花钱月下归于油盐酱醋。 真正的幸福不是无尽地寻找刺激, 而是由勇气和能量去接受激情退去之后的平淡日子。 对于婚姻, 我们在寻找的是另一个自己, 而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要知道, 两个人的生活就是彼此雕刻, 两个人趣味一致, 脾气相投才是重点, 长相什么的, 全都是浮云。 婚姻中一个好的爱人会让你自己变得更好, 糟糕的婚姻或差劲的爱人会让你进入崩溃的状态。 婚姻更是一种生活状态, 自己的选择自己负责, 不同的选择在各自的婚姻中冷暖自至。 每个人在失恋时都认为是自己的绝恋, 可是过后呢, 你可以幽默地想一想, 每次失恋不过是一个陪恋而已。 在亲情爱情中, 爱是一个动词, 身为一个人就应当有爱的能力, 因为你可以爱, 所以给予你的回报就是被感受。 你的朋友, 与朋友之间最累的相处关系啊, 是既不靠近也不远离, 既不交往也不绝交。 有好多微信朋友呢, 其实早就彼此屏蔽了朋友圈, 也从不联系, 只是不好意思删除彼此而已。 有一些号称朋友的人, 比如客户和合作伙伴, 与他们交往的不是友谊, 更多的是利益。 这类朋友的交往相对简单, 就是需要职业, 只要互惠和诚信加上守规矩, 这种关系才能保持长久。 再有一些交往常去的朋友, 私下会聊天, 相处时呢, 交谈的话未经同意, 绝不公开, 这就是所谓的君子之交。 信任在先, 尊重是底线, 如果不再来往啊, 也好聚好散, 不出恶言。 有些朋友就好像路过, 那个期间似乎暧昧, 对方也许假装天真, 你讲什么他都充满好奇, 笑点低到让你自以为是, 这样的傻呆萌朋友啊, 没事儿私混, 有事儿各自相望而轻松飘过。 总之呢, 不管生活中朋友有多少, 最能聊得来的就是那几个, 如果志同道合又有趣, 那就是最好的良师一友了。 安静是一种修养, 更是一种能力。 新墨西哥州绝命毒师拍摄地的咖啡馆里, 就是电影里的真实模样, 电影红遍全球, 而咖啡店老板呢, 仍然选择了按自己的经营方式生活, 没有一丝借助名片电影进行的商业炒作。 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 选择一种安静的生活态度, 然后在安静中选择不慌不忙的坚强, 因为始终找得到自己, 所以不急不躁。 他们是生活高于赚钱, 喜好高于盈利, 不能说他们无欲无求, 他们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精益求精, 不能说他们完全地淡薄名利, 他们在自己的生活态度上, 始终有着自己的坚守。 有时可以选择时段去享受孤独, 这种孤独的力量, 能让人最深刻地洞察自己, 也让自己的灵魂变得更强。 总之, 选择就是有所得必有所失,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 做好选择, 才能更好地踏上趋势之路, 成势而上。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安静也是一种修养, 一种能力。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第二个重点, 下面来为你说说最后一个重点, 无论你选择了什么, 都要勇敢地去行动, 面对人生, 幽默以待。 勇敢地开始, 因为所有的伟大都源于一个勇敢地开始。 你身边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成天说要创业, 借着互联网家的时代风口, 猪都能起飞, 再不创业就猪狗不如了。 然而好几年过去了, 再次遇到他, 他还在那喋喋不休地聊自己的伟大创业梦想。 可以想象, 他这种职业梦想家, 估计每次聊完以后, 回家, 洗洗就睡了。 书中还讲到一个人, 2007年就打算要买iPhone, 后来听说要出新款, 出了新款之后, 听说又要出新款, 现在呢是依然拿着诺基亚, 因为又听说新的iPhone快要发布了。 本来呢他也想买车, 不过听说新款的奔驰呢将在2020年发布, 所以他现在依然在骑电动车, 持币等待新款奔驰。 他说自己的人生态度啊就是宁缺勿滥, 这样的职业等候家, 当然他现在依然单身。 一个小伙子说喜欢一个姑娘, 别人鼓励他去追, 他说要是人家不喜欢我怎么办呢, 我会很丢人的。 每次聊天呢他都在重复这个话题, 我都想立刻替他去追那个姑娘, 你真猜对了, 后来还真的有人替他追了, 人家两个人啊, 目前已经结婚生子。 所有的事情只要迈出第一步, 就根本停不下来, 但前提是你得开始啊。 对于作家写手, 不是有灵感的在写作, 身为员工不是有了心情才开始工作。 就自己的亲身体验啊, 我们都是每天写作, 每天写不同类型的文章, 尝试各种不同的写作手法, 积累到某个点, 才能写出优秀的文章。 培养日更, 让他成为写作生活的一种习惯。 琢磨先生在没有灵感的时候呢, 也是每天要有一段时间, 把手放在键盘上, 乱打一通, 打了扇扇了打, 最后打出一篇文章, 连他自己都觉得, 哇,写得这么好。 你不逼自己一下, 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不仅写作, 读书也是一个道理。 翻看一本书, 看着看着看入书里, 当然就有感觉了。 在行动的过程中, 如果能力配不上梦想, 往往就引发失忆, 那怎么办呢? 要么降低梦想, 要么提高能力。 梦想不要轻易降低, 否则人跟咸语有什么分别, 那提升自己就是关键了。 就像明代思想家, 军事家, 新学级大成者王阳明, 他的选择是, 每次遇到挫败, 就去提升自己, 换个姿势再来, 直到他达成自己的梦想。 提升自己, 学习是终生的事。 自己再卑微, 也是一个品牌, 能力再牛, 也要保持持续的创新, 因为打败你的并不是对手, 而是自己停止了成长。 在任何情况下, 提升自己最重要, 而学习, 是提升成长的必然途径。 学习, 你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 随时阅读。 在工作中, 学习上司的方法, 都分享自己的想法, 等等。 学习的途径很多, 其中, 读书很重要。 读书能增加生命层次性, 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 但读书可以经历不同的生命, 仿佛跟着作者活了好多辈子。 你生命的层次越多, 生命就越丰富, 越容易产生幸福感。 读书能拥有更宽阔的胸怀, 最伟大的作品, 就是写给我们看的, 尽管作者不认识我们, 但感觉, 他就是在写我们的人生。 一本书带来的快乐是深层次的, 能产生共鸣的书, 带给人的快乐是高质量的灵魂感受。 它是我们运用更高级的智慧去思考, 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人。 读书不仅仅可以疗伤, 还可以让自己的心变大, 让痛苦自然地放下。 阅读此类著作, 能够增加我们的智慧, 这就是名著之所以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以幽默的方式对待成败, 其实人生不可能每个地方都能成功, 当然也没有绝对的失败, 每次从成功或失败中得到成长, 才更重要。 在人生的路上, 成功不一定如约而至, 失败却总是如影随形。 成功是果, 没成功是体验, 正确看待过程和结果, 我们尽力而为就好。 即使在现实与梦想发生冲突时, 如果你能忧它一磨, 便会少去许多烦恼。 把所有的精力当成人生路上的风景, 在狂风暴雨中也能寻找到自我, 努力达到角色与体验的高度统一, 才是前行的正道。 我很欣赏你, 但不一定能成为你, 我转过身, 安静地做我自己, 修禅是修心, 问佛是茶几, 世上没有绝对的好人, 也没有绝对的坏人, 事物也是如此, 塞翁失马, 胭脂肺腑。 或许成熟不是冷对万物, 而是始终心怀温暖。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 在各种环境里感受, 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生活, 启发心智。 成人的世界里糊涂, 不是为一种高智商的生活态度, 让自己轻松, 也是一种力量。 幽默是智慧, 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生活一定会很有趣。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 我们讲到了幽默是一种超脱的产物。 现实与梦想发生冲突时, 如果你能忧它一末, 便会少去许多烦恼。 但你必须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 正视自己, 接受现实中的不完美, 接受真实的自己, 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 找到前行的正确方向。 其次, 我们讲到了, 在人生路上, 你要懂得如何选择, 发挥你有优势, 自己喜欢并有意义的事。 学会删减, 抓住生活的重点。 生活上简约就是极致, 情感处理上要成熟, 要有爱的能力, 只有去爱, 才会感受被爱。 不管生活中朋友有多少, 最能聊得来的, 就是那几个。 有时间去感受孤独, 深刻地洞察自己, 能让灵魂变得更坚强。 最后, 我们讲到了, 无论你选择了什么, 都要勇敢地去行动, 面对人生, 幽默以待。 选定了目标, 必须开始行动, 遇到挫败, 就去提升自己, 换个姿势再来, 继续出发。 提升自己, 学习是终生的事, 读书能丰富生命, 完善自己。 面对人生成败,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幽默以待。 以幽默的方式过一生, 让我们都活出自己的样子, 在自己的世界里孤芳自赏, 在别人的世界里随遇而安。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 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 感谢你, 我的天啊, 是探索的探索。 握承FM, 出或1吧。 然后,